这个人让开神速的人包围起来 因为他是头土过来 塞块厅在这里乞严厌 冲到我们的淡水河还抬起来 在淡水国家导臣头下窗抓到 这个人差不多60个 看起来寻闻寻闻 穿得真正多 跟普通的头土客不一样 他说是窗正地撇开 要倒门自由 粗暴的调查 这个人受改奉我们的背景 那些纯素感到有特别的目的 因为我们淡水河爬起来 就能直接坐着我们 通过台北市的博爱地区 是不是要来试验说 按淡水河头下来 到台北市来进行任务的可能性 那当然有两种状况 一种就是他真的是投奔自由 就是说一般的状况 另外一种状况 就是从金门的事件开始 其实中国一直在测试 我们海巡的底线 然后也是有点在测试 我们海巡的反应速度 在顺着淡水河到万华区域 那就是总统府后方了 所以他就是敌方可能会利用 渗透的方式执行 斩首行动的一个做法 近年他常用灰色地带行动 也就是利用各种民船 渔船而实施骚扰 那当然就会有测试 我方的反应 也就是计算我国的海巡的船 多久会抵达 等等这些都是新兴威胁 因为这个人有军风的背景 海巡等在了解他的动机 现在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中国运用这种相关的方式来缴乱 配合第五中队的沈涛 射击我们台湾的海风能力 民視新闻综合报道